用挡车救祖孙 天使正妹爆红 苹果昨天头版报道 屏东万大桥车祸 15无名英雄肉身挡车救祖孙的新闻 有眼尖网友发现车祸现场 这名穿着桃红色帽T的长发正妹 在寒风中守候重伤妇人 黄澄阿里身旁不断打气 网友称赞她人美心更美 并在PTTPO文发动搜寻 你请救这个 网友想找出热心助人的正妹 苹果也发动找人任务 可惜昨天没能找到本人 前天凌晨的这起车祸 是因53岁男子宋正荣开车 在同居人黄澄阿里和他的12岁外孙 行经88快速道路万大桥路段时 遭后方轿车高速冲撞 黄澄阿里当场被抛出车外 苹果当时在现场 注意到正妹敦贵妇人身边 不时低头安慰 等救护人员赶到 还镇定报告妇人状况 并协助救护员急救包扎 正妹原本只穿着单薄的白色上衣 后来有人才递给她一件红色帽梯穿上 她可能是先脱下自己的外套给妇人保暖 之后再帮忙照顾妇人外孙 没留下联络方式就离开了 爱心令人感动 当时在现场的卢先生说 有两辆可能同一家族的汽车 出来约7人 你跟阿嬷一起过去 红衣正妹来回奔波检视伤者伤势 专业术语与救护人员沟通 猜测可能具有医护相关背景 妇人黄扯阿里昨天人在义大医院加护病房 病情已经稳定 废状驾驶宋正荣也希望 能当面感谢救人的红衣女子 穿红衣服的那位小姐 如果你真的可以出面跟我们谈一谈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是不是你抽这衣服 不要让我让他说很冷 是不是你 我以前看到你 谢谢你 看到有建议我一个人蛮少的 然后我看到他们愿意做这个 说是个蛮有爱心的 如果是我自己进座的话 应该不太会真的停下来 然后做这样的事吧 我可能只是顶多打个电货而已吧 今天过92岁生日的前总统李登辉 昨汉媒体参序时也大赞 这新闻报得很好 带给社会温馨和正面力量 动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准肥